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411章无理取闹 叶浩轩来到他办公室的时候 他正处理这一起病人投诉的事情 其实严格来说 根本不管医院的医生是什么事情 这个社会上有的是优越感强的人 一个徐娘伴老的女人 愣是说这里的医生服务态度不好 口口声声地说曙光医院 是因为他们的支持才开起来的 他们要是不支持 曙光医院分分钟倒闭 其实这种逗比多的是 认为他们是这里的顾客 顾客就是上帝 曙光医院现在发展起来了 对他们这些老客户就不理会了 纯粹的就是泄魔杀驴的 对于这种逗比 唐冰也感觉到有些无奈 其实他清除医院的医生很不容易 整天的工作量下来也不算低 这还不算 关键是每天还要应付这种优越感很强的逗比 你说的问题我理解 我也懂 这件事情已经交由监督管理会去调查了 如果属实的话 我们一定会对当事医生做出应有的惩罚的 唐冰耐心的说 什么属实不属实 你在质疑我的话吗 我说了那个医生不行 这还需要调查吗 你这是想包庇你们医院的医生 我不管 你要做出相应的惩罚 或者说 干脆开除那个医生 这个略显富态的老女人显得十分的强势 看在平时 在公司里也是属于女霸级别的人物 对于这种人 叶浩轩的一项做法是 有多远就滚多远 他走到办公室说 到底怎么回事 这位患者投诉医院的当班医生态度不好 爱理不理的 唐冰站起来说 是哪个医生 叶浩轩问 那颗六诊室的王医生 就是那个上个月综合评估第一名那位 叶浩轩问 是的 就是他 唐冰点点头 拿出证据来 我马上开除他 如果拿不出证据 你有多远滚多远 叶浩轩莫名的感觉到一阵烦闷 真是什么人都有 那名王医生他知道 不管是专业还是为人素质都是很好的 不然的话上一次也不会这么轻易的拿一个综合评估第一了 他有种直觉 这个老女人就是来搞事情的 不排除是同一医院的人心存极度 所以 故意抹黑那位王医生 不过看这中年女人的样子 恐怕就是属于鸡蛋里挑骨头的那种 对于这种人 叶浩轩还不伺候了 伺候不起 严格说来 医院并不是服务行业 需要成天对你笑咪咪的 这是治病救人的地方 你硬要要求那种和酒店餐厅一样的服务 那你就去私人小医院啊 服务绝对周到 到时候花了一大堆钱 反而治不了病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哭 你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样 中年女人怒了 她从来没有被人当面吼过滚这个字了 她站起来插着腰就要和叶浩轩 进行异常撕逼 你的卡是年初在我们医院注册的 现在已经有九个月的时间 你的投诉记录已经有十九次了 平均每个月两次 叶浩轩从唐冰的电脑上 调出聊个女人的资料 那又怎么样 你们医院的服务不好 还不允许别人投诉了 老女人凶巴巴的说 呵呵 服务不好 别人为什么不投诉 叶浩轩笑了 上半年 我们整个曙光医院街道的总投诉数也不过四十多条 你一个人占了近二十条 这到底是你无理取闹 还是我们医院的服务不好 怎么 我就是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的人 投诉是我的权利 我就是要投诉 怎么你不服气 什么破医院 老娘以后还不来了 女人怒道 我们医院有相关规定 一年内超过二十次投诉的人 我们将视为恶意投诉 所以你将会被我们医院拉入黑名单 现在请吧 我不接受你的投诉 叶浩轩向外指了指 你 你凭什么拉我黑名单 我是消费者 我是病人 你们这里是医院 我要告你们拒诊 女人愣了愣 一时间有些回不过神来 去 卫生部的电话就在这里张贴着 随时都可以去投诉 叶浩轩向墙上指了指道 但是以后 请不要再走入我们曙光医院半步 行 咱们走这瞧 女人咬牙切齿地看了叶浩轩一眼 然后转身摔门而出 你的脾气也越来越见长了 唐冰有些苦笑地说这种人没必要跟他一般见识的 我知道 可是 我就是看不惯这女人的那张嘴脸 有些人在社会上 其实就是小人物 得不到尊重 所以 他们就会跑到那些服务行业指手划脚 来找到一些心灵上的慰藉 这种人很可怜 也很可悲 叶浩轩说 好了 别生气了 反正做这行这夜的 不可能所有人的情绪都能照顾得来 这个世界上奇葩的人也很多 要是真的斤斤计较 你会把自己气死的 唐冰笑了笑 他走到了叶浩轩身边坐下 内部 叶浩轩揽着他的肩膀问 不累 唐冰颇有几分忧怨的说 可可 你好像意见挺大的 叶浩轩苦笑道 累又怎么样 谁让我摊上了一个老喜欢做甩手掌柜的男人 唐冰有些忧怨的说道 我知道 是我的错 叶浩轩苦笑了一声 他做甩手掌柜习惯了 但他名下产业那么多 如果事事都要他亲力亲为的话 把他撕成几半也是不够用的 唐靖说 他快要结婚了 唐冰说 他要结婚了 叶浩轩愣了愣 一时间回不过神来 那小子 刚刚还在抓这一个妹子的手 侃侃而谈 可一眨眼他就要结婚了 这让叶浩轩有些反应不过来 是啊 他是我们唐家七代单传 一半是我逼的 一半是我爷爷逼的 唐冰笑了笑 脸上却有一丝失落 叶浩轩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站起来揽着他的腰说 我 我不能给你这些 我知道 唐冰点点头说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求什么 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足够了 我弟弟要结婚了 这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我在筹划这到哪里去给他弄套房子 不要太豪华 够住就行 还是这样简单一点好 有重义的地方没有 有的话 我亲自陪着你一起去看 叶浩轩笑道 有 唐冰拿出了一张房产图 我都不认识到这个地方 中盛大街这里 有套楼已经快封顶交房了 距离医院近 附近环境也好 就在这个地方最好 这个不是问题 回头我找人去弄套好的来就是了 叶浩轩笑道 恩 房子弄好就行了 别的事情 你不用操心了 到时候送上个大礼就行了 唐冰笑了笑 那怎么行 这可是我的小舅子 他的事就是我老婆的事 我老婆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怎么可能不理会 叶浩轩笑道 回头我帮你看家具家电什么的 挑最好的 对了 未来的地席是哪里的 普通人家的孩子 很纯真很仆实 唐冰说 那就好 找个普通人好 叶浩轩点点头 蓝蓝现在已经出院了 你把他安顿到哪里了 唐冰问道 他想自己一个人住 所以我为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不用担心他 他正在适应现在的自己 以前有些事情 忘记了 反而会更好一些 叶浩轩说 恩 是的 忘记了 反而会更好一点 唐冰点点头道 他姐姐不在 你就是他的亲人 照顾好他 我知道 我一直把他当作妹妹看待的 叶浩轩说 你的妹妹 也太多了点吧 唐冰有些不懈地看了叶浩轩一眼 然后走到办公桌前 道我还忙呢 你随意 我一会儿去找你吃饭 我好不容易来一次 你就这样把我往外赶 叶浩轩苦笑道 不然呢 你还想怎么样 唐冰白了叶浩轩一眼 然后继续在自己的电脑桌前忙活了起来 叶浩轩无奈 唐冰或许已经习惯了自己不在的日子 自己来了 反而会让他有些不习惯 他现在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 这些女人们一个个都是工作狂人 他们一进入工作状态 就是无法打断的 他只得站起来 走出了办公室 好长时间没来医院了 这个地方依然还是井井有条的 叶浩轩在各大诊室里逛了一会儿 他明显的感觉到这里明显的进步 每个人都很忙碌 但是却很认真 京城的曙光医院在一路摸打滚爬中 总算是总结出了自己的经验 以后只要站稳了脚步 把这里的模式全面复制到华夏其他的地方去 然后再进一步得到了全世界 他感觉 中医的大局已经形成了驱形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 中医将会成一个井喷的形式爆发 到时候受益的是这个世界所有的人 在医院里转了一圈 左右无视 叶浩轩便来到了中医诊堂做诊 现在他已经不挂号了 因为好多事情等着他去做 有时间在中医诊堂里面做一回二诊 就是了 遇到了算是病人有缘分 叶浩轩将会不遗余力的为他治疗